唐轩宇一致 想了想到 可你毕竟也是从政界过去的 难道你灰魔君杀入政界的时候 就不能念一下旧情吗 旧情 王瑶的眼睛眯了起来 他发出呵呵的笑声 声音忽然变得低沉而幽远 声音变得如幽灵般 从远方飘来 他幽幽地说道 呵呵呵 旧情 是啊 我与七侠界的旧情 我怎么会忘记呢 我怎么会忘记 当年在虎啸山上 我白虎一族 世世代代遭受的痛苦 那被私养 全禁 虐杀 维系了数千上万年的历史 王瑶语气深沉地述说着 双眼中闪烁出仇恨的火花 看到这眼神 皇甫梦全身一抖 他突然明白了 所以 你从来没有忘记过 你对喜悦派的仇恨 对吗 即便是师父对你恩 也无法洗去这仇 王瑶笑了 呵呵 是 你们以为 我这些年来在准备的都是什么 他凑近过去 逼近 皇甫梦和唐玄语的脸 一字一顿地说道 就是为了 消灭七侠戒 白虎王瑶的话 听得两人心中同时矩阵 唐玄语一下子站了起来 有父亲在 王瑶你休想得逞 父亲 王瑶呵呵笑了起来 我都说过了 你们以为 这些年我在准备什么 随着他的说话 王瑶身上骤然散发出一股 前所未有的强大气势 这气势弥漫四野 万瑶封上所有的魔头 一起望而膜拜 就连一些气势硝狂 魔艳滔天 以往可知是魔主级的存在 竟然也扑斧跪倒在王瑶的身前 大罗金仙 那一刻皇甫梦和唐玄语同时感受到了 这种气势 这般微能 他们只从一个人身上感受到过 就是唐杰 王瑶竟然也成就了大罗 唐杰用一千四百年时间修成金仙 他的干儿子宝儿 却是丝毫不弱于他 甚至可能比他更快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他是怎么做到的 不是说四圣兽 禀天地一指而生 一生最高的成就上限 就是真仙吗 为什么王瑶会突破呢 你 唐杰宇不敢置信地看着王瑶 王瑶已是仰天大笑起来 不可思议对吗 我王瑶一族 竟然突破了白虎一族的血脉禁锢 成就大罗了 唐宣宇正正地问 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只是他本能的提问 并没指望王瑶会回答 没想到王瑶却回答了 怎么做到的 王瑶黑声笑道 你以为我白虎一族万年的苦难 是白受的吗 什么 黄甫梦和唐宣宇相过恶然 王瑶的提升 和他在七侠界的遭遇 有什么关系呢 王瑶已是缓缓做回他的王座 他与生悠然道 当年 我私生收一族一出世 就是这兴罗大千界中的至高存在 纵横数万载 无敌于世 谁曾想 人族竟有逆天之能 独创修仙体系 从最弱的灵徒开始 一步步推演 发展壮大 从灵徒到灵师 再到天心 子府 仙台 到比肩圣寿 最后 甚至超越圣寿 我四圣寿一族 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 看我们从这宇宙中的至高存在 地位一步步下降 你能理解 那种感受吗 唐轩宇点头 虽然我没经历过 但这种事不难想象 王妖点点头 所以 从那时起 我四圣寿一族 就一直在想办法突破桎梏 皇甫梦不由想起 唐杰跟他说过的关于青龙的故事 脱口而出 青龙 难道白虎一族也 他没有说下去 但是王妖却已经呵呵笑了起来 不错 你们以为 只有青龙那个老贼会算计吗 我白虎一族 也不比他差 听他的口气 竟是知道当年青龙的布置 王妖一道 我四圣寿先天神寿 无需修炼便是至强 正因此 要打破桎梏 也比人类要难上无数倍 早在很早之前 四大圣寿就知道 要想突破桎梏 成就至高 那就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 但是 如何付出代价 付出怎样的代价 不同的圣寿 想法却是不同的 这其中 玄武的想法是最没志气的 他压根就没有把突破 寄托于自己的努力上 而是试图通过不断的轮回转世 寻找到可以转变 先天至故的契机 这个契机可能是某种神物 可能是某场奇遇 也可能是某个神人 他把希望放在了虚无缥缈的未来之上 结果就是 在无数次的转世轮回中 非但没能找到突破的契机 反倒让自己原有的力量 都难以保留 虽然他每一次轮回 都是天资绝限的天才人物 但他的瓶颈 也是越来越强 到现在 连子府都突破不了 不过对他来说 这种无限转生 也未必就不是好事 至少 不用像我们这样 王瑶的声音 微微低缠了一下 随后才继续道 至于青龙 这个老家伙 善因果实命运 所以他摸弄命运 陷害姬瑶仙 行偷天换日秘法 为了突破 他也算是费尽了心思 但是就如我说过的那样 四生兽要想突破 就必须付出代价 这是天意 是天道 加诸在我们身上的必然命运 青龙可以拨弄命运 却不能逆天行事 所以 他也必须付出代价 只不过他的想法是 先突破 后付出代价 他的想法很取巧 以金仙之身 承受真仙之劲 但他就是太取巧了 导致的结果就是身魂分离 只成功了一半 王瑶竟然连这个都知道 皇甫梦心中一颤 师生叫道 林心 在你这 王瑶已是哈哈大笑 果然是个聪明的女人 出来吧 馨儿 随着他的呼唤 就听一声龙吟响起 远方一头青龙 蜿蜒着游来 散发出恐怖的威势 赫然正是呢 占据了青龙之身的林心 他竟然出现在了鸿蒙界 而且听王瑶的说法 两人之间竟是极为亲密 下一刻 就见那青龙已收起威严 化作一个轻衣女子 踏空而来 正是林心 看来 他如今已可自如控制自己的身体了 他来到王瑶身边 王瑶竟是将他一把揽入怀中 对着他亲了一下 用行动证明了两个人的关系 这青龙和白虎 这就成一对了 黄辅梦和唐轩宇一起觉得 这世界整个画风都不对了 虽然没见过林心 黄辅梦还是对着林心 失了一礼道 唐杰弟子黄辅梦 见过林姑姑 他特意提到唐杰之名 显然也是在提醒林心当年之事 林心微笑道 黄辅姑娘好 唐公子好 想不到千年不见 唐杰成的大罗金仙不说 就连徒弟公子都如此了得 黄辅梦道 林姑姑竟然知道师父已是金仙 我可没记得有说过这事啊 林心笑道 宝儿一直都在关注着西侠界 这话可不是说笑 此话一出 黄辅梦心中一动 刚才这话看似简单 其实却透露了两个消息 一是 王瑶的确有在关注七侠界 而绝不是单纯的 从林心那里得到消息 所以他对七侠界的事 知道的远比大家想象的多 二是 宝儿是唐杰为王瑶取的辱名 林心此时叫出 当非意外 而是故意唤起旧情 这意味着 他是心向唐杰这边的 而且从他的身体情况来看 他并未入魔 并非妖魔 反倒是白虎王瑶 既看不到魔气 也看不到属于正界的力量气息 更像是介于两者之间 让人无法判断 他是否已入魔 不过考虑到 他对七侠界的深深杀意 黄甫梦觉得 还是入魔的层面大些 再说 鸿蒙魔族也很难接受 一个非魔族来领导他们 黄甫梦在一瞬间 闪过了无数念头 那边王瑶一道 宝儿不必如此 虽然我与七侠界不共戴天 但我王瑶恩是恩仇是仇 我可从来没说过 父亲的恩情我不会报 所以我不会为难他们两个 非但如此 我还要给他们一场大造化 唐轩宇没有为大造化而心动 指示道 青龙行偷天换命之事 功败垂成 最后更是死于先帝之手 想来这就是命运的反扑 是他无法承受代价的下场 那么白虎一族呢 白虎一族付出的又是什么代价 王瑶悠悠道 我不是回答过了吗 回答过了 黄虎梦一呆 随即醒悟过来 难道白虎一族 在七侠界的那些遭遇就是 就是我们付出的代价 王瑶语调深沉地回道 和青龙不同 我们是先付出代价 再享受成果 所以我白虎一族突破质固 是一分必然 唯一不同的是 这成果 不会是白虎一族的始祖承受 而只能是后辈 甚至为了突破这质固 还需要承受世代被杀戮 被播种的痛苦 黄虎梦和唐宣宇同时震惊 付出无数条生命 白虎一族世代被禁锢 被杀戮 只为了有一个后代 能够突破平静 白虎所付出的代价之残酷 比起青龙强了不知多少倍 正因此 白虎成功了 巨大的牺牲换来巨大的成功 这是白虎一族 为他们千万年来 享受不劳而获 所付出的代价 是为了他们的后代 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付出的代价 王瑶一道 血脉的强迫遗传 让我白虎一族 血脉不再纯净 却也因此 摆脱平静桎的希望大增 而每一只白虎的不幸 在我白虎一族的布置下 都是用来冲击命运束缚的武器 最终 当有一名后代脱离这桎谷时 只要他能来到万妖峰 开启先祖一则 得到先祖留给后代的最后馈赠 有了这馈赠 我就可以快速提升自己 有了这馈赠 我就可以统领白夜妖族 有了这馈赠 我就可以突破桎谷 成就大罗 他抬起头望向唐轩宇和黄虎梦 这就是我白虎一族选择的道路 我的始祖拥有世间最强大的操纵时间与空间的力量 是他以无上道理看破未来 动破奥秘 才为子孙后代留下了这个后手 才成就了今天的我 命运无法做到的 时间做到了 随着他的说话 王瑶身上的气势再生 万妖峰上 一片冲天杀气 无数妖魔群起狂呼 群魔乱舞 听着那漫山遍野的呼嚎 看着白虎王瑶深沉的目光 黄虎梦叹了口气 既然这一切都是白虎一族的安排 那阁下 为什么还不能放开仇怨呢 王瑶呵呵笑了 你听清我说的话了吗 小丫头 我说 这是我白虎十祖 亏是未来得到的信息 不是命运 是时间 也就是说 不是我们操纵命运 让喜悦派的人 这样对我白虎一族 而是未来的发展 就是这样子 十祖看到这一切 他无法改变这一切 只能利用这一切 所以 我没有任何理由 要因此饶恕喜悦派 更不会因此感激他们 他们屠露我白虎一族 是我白虎一族世代之仇 你会因为有人杀了你全家 你走投无路跳崖得了其余 就感激那杀你全家之人吗 黄虎梦无言了 是啊 如果像青龙那样波动命运 篡改人生 或许还可说一句自作自受 但是白虎不是 所以王瑶有理由不原谅 或许在他心中 唯一还可让他对七侠界出手的理由 就是唐杰吧 看得出来 王瑶对唐杰依然有感情 否则也不会这样对他们 那个时候 唐玄宇突然道 你说了玄武 青龙和你白虎一族 那么朱雀呢 你不是说四圣兽都有自己的选择吗 朱雀到现在连针仙都不是 是不是意味着他还要付出代价 又或者移则给后代呢 这个问题问得有意思 让王瑶明显高看了唐玄宇一眼 他回道 青龙和玄武都是自私之辈 他们没有后代 也不打算有 但是我白虎与朱雀不同 无法在自己身上做出的突破 就把希望放在后代上 和白虎不同 朱雀天生道在阴阳五行 阴阳之道 可以说天下最顶级的大道 仅在命运之下 奈何却不向命运之道 可以拨弄命运 时间之道 可以窥视未来 阴阳之道没有这份能耐 所以朱雀无法借助于天地大事 顿了顿 王瑶继续道 无法借助天地大事 就只能自己想办法 借不了天地的事 便干脆借人的事 借人的事 皇甫梦和唐玄宇同时脱口而出 那一刻他们已经意识到什么 果然 王瑶已道 对 借主人之事 这就是朱雀的道路 为了突破之故 朱雀十足 去寻找了一位精通命运之道的大能 总算他聪明 没找青龙 通过那位大能 朱雀向天道许愿 让他的后代 得以跟随一位强大的存在 并借助于这位存在的帮助 来完成突破 当然了 作为代价 完成突破的朱雀 要终身忠诚于他的主人 自由就是他的代价 这份自由 从囚禁秘境之日起 一直到他脱离秘境 永生都无法脱离主人的掌控 并且要联眠三世 方有机会摆脱 即便如此 现在的小朱雀 也依然只是一只弱火鸡 连针纤层次都未达到 要想突破 他还要等待唐杰 等待唐杰的恩赐 等待更长远的时间 甚至于 要是唐杰死了 这计划也就失败了 这就是付出的牺牲不够大的结果 皇甫梦彻底震惊了 知道吗 只是为了打破血脉的桎梦 就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这值得吗 王瑶悠悠道 值不值得 我又怎知道 毕竟 那是先祖的选择 但是我知道 当一个人存在着世间千万载 已经近乎无所不能的地步时 需要追求的东西 就已经太少太少 突破桎梦 打破瓶颈 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 只是处在他们的角度讲 除此之外 只怕也没什么值得追求的了 也许当初 他们也犹豫 也彷徨过 但是在千万载的岁月中 无尽的等待里 他们最终意识到 他们的一生 除了死亡 就只剩下这条路了 所以 那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 而是 遭已别无所求 皇甫梦无言 这边王瑶已经笑道 好了 该让你们知道的也都知道了 现在 还有什么问题吗 唐轩宇道 我就一个问题 既然你打算血洗七侠界 以报血仇 那你又打算 怎么报我老爹的恩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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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